想象一下你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是情人节 你的一生挚爱在20分钟以后就会到了 然而你身上却只有一美元 可以买个完美礼物送给他 你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花10分钟看一下这些小诀窍 然后你还有剩的10分钟 可以将之付诸实行 那么开始吧 拿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跟52张跟牌卡一样大小的纸 这副扑克牌的名称就叫做 52个我爱你的原因 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摆出52个简短的理由 用手写下来或者把它给印出来 贴在卡纸上 你的另一半看到这副牌肯定很开心 而且每一张都是幸运牌 你不仅可以写下爱的告白 还可以写下浪漫的活动 比如说屋顶上的野餐 山林漫步 或者去购物为彼此选一个最丑的衣服 如果你未来约会点子用完了 只要把一张卡抽出来 照着上面说的去做就好了嘛 如果你手边没有扑克牌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刚才那个点子 但你需要找个罐子或盒子就是了 把一个玻璃罐装饰成你喜欢的样子 并且把它给取名为100个我爱你的原因 或者1000个 如果你有办法想出那么多个的话 把这些理由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面 把它给放入罐中 你可以把纸条给折起来 或者把它们卷成可爱的小管 并且在上面绑个蝴蝶结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小纸条分门别类 你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纸 紫色写名言名句 粉色写梦想 黄色写赞美 蓝色写笑话等等 你万年单身 而且你为此感到骄傲嘛 不要担心 你也可以用这个点子来做个小礼物给自己 收集所有为什么自己这么棒 这么可人的原因 然后把它们给放进爱自己小罐子里 每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自己打打气 鼓励鼓励 反正这比幸运饼干还要便宜 说到幸运饼干 它们既便宜又好准备 要做十份幸运饼干 你可以把烤箱预热到摄氏220度 然后在小纸条上面写下爱的讯息 打两颗蛋白 然后加入半杯的面粉 跟同样分量的糖 加入一小撮的盐 跟红色的食用色素 如果你希望你的饼干充满了节情氛围的话 用抹刀把面糊给搅拌搅拌 直到变成膏状 然后慢慢地加入三汤匙的水 直到面糊变得光滑 接着就可以开始烤了 把一汤匙的面糊放到细胶烘焙纸上 塑造出大概7公分宽的圆形 重复进行这个动作 并且试着让所有的饼干大小一样 烤到边角都变成金黄色为止 这大概会花上8分钟的时间 用抹刀将饼干从烤箱中取出 这个时候饼干还够软 可以让你放入纸条 接着将它们折成幸运饼干的形状 像这样 也不要忘了 把折好的饼干给放到迷你码分杯里面 让它们冷却 不然形状可是会跑掉的哦 如果你跟你的爱人是旅游达人 那么你不妨参考这个超赞的首作计划 你只需要印出你们所在的城市 国家 甚至全世界的谷歌地图 把它给粘在纸板上 然后表个框 现在你就可以标示出 你们一起去过的每个地方了 或者你可以在地图上面做出小洞 搭配线灯来标记出特别的地方 这可以用来装饰房间 也能够启发你们去进行新冒险哦 首作呱呱乐卡 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好礼物 但由于今天的主题是讲浪漫爱情 所以你可以根据另外一半的喜好 来自定自己的爱之乐透 要完成这个计划 请准备一张A5纸 在上面画几个一样大的爱心符号 如果你不喜欢爱心的话 你也可以画任何的形状了 然后呢 在每一个形状里面 写下一则短讯席来说明奖赏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呢 煮晚餐 脚底按摩 或者打扫整个家里面一整年 这个部分做完了以后 用白色蜡笔覆盖住这些讯息 这会是你的讯息 跟顶层部分之间的隔离罩 接着将压克力颜料 跟等量的洗碗筋混合在一起 洗碗筋可以让刮掉颜料 这个动作简单许多 使用画笔 将这个混合物涂在你的讯息上 等到颜料干 并且确保你的讯息不会被看到 现在你就能够把它 跟一个用来刮除颜料的硬币 一起送给你的爱人了 又浪漫又便宜对吧 如果你准备好完成一项以上的任务 不如试试这个DIY手作活动吧 准备一张任务清单 比如说呢 床上早餐 写情歌等等 然后呢 把这些项目给印出来 并把它们给剪成 类似兑换券的形式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样做出版面配置 你可以用谷歌 快速地找到 可供列印的爱之兑换券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动手 来画出你自己的兑换券 不要忘了 在每张兑换券上面 写下到期日 不然想想看 30年后你的前任 跑来要求你兑现 你过去写下的任务 会有多尴尬 还有一个点子 责任很大 但是会令人很难忘 如果你的爱人 想养宠物 并且准备好 让美梦成真 你可以买一个碗 一个项圈 跟其他的狗狗用品 然后带着爱人 到动物收容所 去选出你们的新宠物 一起养宠物 意味着更多承诺 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所以呢 在情人节 领养宠物 就更加浪漫了 不过呢 最好确定一下 你的伙伴 是不是真的准备好 养宠物就是了 如果你身上 连个一美元都没有 但你很喜欢音乐 而且你刚好有 空白信封 纸和一支笔 那么下面这个点子 正适合你 使用任何你喜欢的 音乐平台 创建一个 会让你想起你爱人的 特别歌曲清单 在信封上面 写下每一首歌的歌名 你可以看看 每一首歌的歌词 选择最让你心动的一段 并且将它们 一并抄写到信封上面 然后写下简短的小卡 解释为什么你的爱人 会让你想到这首歌 将小卡放到信封里 密封起来 加上一点可爱的装饰 然后把这叠信封 送给你的爱人 不要忘了 把歌曲清单的连结 也传给你的爱人 这样他想听听 这些歌曲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听 而如果你刚好 又是音乐天才 何不自己动手 写个情歌呢 但你有办法 在十分钟之内 完成这项任务吗 幸好 现代科技 可以让我们 在完全不会画画 手上半毛钱 都没有的情况下 自制可爱贴纸 有着你跟你 另外一半的脸部表情的 浪漫情侣贴纸 会是很棒的礼物 对吧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 添加只有你们两个人 懂得笑话泡泡 跟情话泡泡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找到许多 关于这种贴纸的 细节教学哦 当图像做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预算 把它给印成贴纸 印在马克杯上 T恤上 跟其他东西上 或者你的另一半 比较喜欢学院艺术 如果是的话呢 不妨将你们的脸部表情 印在帆布上 像油画那样 把它给表框起来 如果你们的梦想 是好好的在 没有任何事物 打扰的遥远之地 享受两人世界 那么下一个方法 绝对很适合你 你大概听过 在网络上面 什么都找得到 甚至连一美元的房子也有 真的哦 时不时的 在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某个 小而遥远的村庄 宣布这种特殊推销 来促进该地 低迷的人口再度繁华 所以他们提供这种 让外人 以象征性的一美元 或甚至是免费的方式 来购买当地的房子或土地 不过呢 没那么简单就是了 你得要符合各种要求才行 通常购买者 得要搬到这个新地方 或者用自己的钱 来重新整修这间房子 同时他们得要维持 当地建筑的原本风格 有些欧洲国家 跟日本村庄 常推出这种计划 所以多留神吧 宋这种礼太冒险了吗 我同意 但你也不用在 不进行任何研究 或跟另外一半 讨论的情况下 就立刻去封墙你看到的房舍 你可以在各种广告中 寻找你喜欢的地方 比如说呢 法国的小农舍啊 意大利的乡间小屋啊 然后把图片给印下来 在上面连个一美元 把它给整个表框起来 天晓得啊 也许这份礼物 能够变成带你 前往你梦想房屋的 第一步也说不定啊 对了 你也可以用这些小诀窍 来当其他的礼物 比如说呢 当朋友生日的祝贺礼 只要把这些点子 套用到当下的情境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